哈囉大家好,我是土傑 我又來啦 那從衣服上可以看得出來 我這次冬天來的春節準備要到了 所以到底以前皇宮裡面 是怎麼樣張燈節彩過春節的呢? 他們也做出了一些相應的裝飾 像這邊是各個皇帝 以前寫的福字 那接下來呢 因為我這次去看了展覽 所以就給大家簡單的重點整理一下 究竟在過年的時候 皇帝以及娘娘們 都在紫禁城裡面做些什麼樣的事情呢? 首先呢,當然 春蓮跟門神都是以前一定要有的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一般都是掛紅色的春蓮 那因為滿族人呢 其實覺得白色反而是吉祥的意思 所以每一年內務府在決定的時候 都會問皇上說 皇上,今年的春蓮要紅的還是白的呢? 其實我覺得跟一般平民老百姓差不多 只是他們更加更加的奢華 像他們一樣要穿行衣 包含皇上有他的朝服 面對家人的時候會有他的吉祥 每個都極盡奢華 甚至連娘娘上面的這些 衣服上面的這個秀的圖案 也都非常非常精緻跟精巧 再來他們也有吃尾牙這件事情 他們叫做會碎 也就是皇帝會見大臣、忠士以及家人們 送給他們一些小禮物 像是如意啊 然後寶石做的盆栽 小小的秀包 這都是他們會匯贈給這些 一年以來辛苦了 麻煩你們明年要繼續輔佐政 治理這個天下 那其實我覺得皇帝他們真的非常的忙 但事實上他有放寒假喔 在每一年的大概是蠟月20號的時候 他們就會進行一個封印的儀式 也就是說皇上在這幾天之內呢 不會處理政務 這一天到底會是哪一天呢? 通常是由青天劍來決定的 那歷年以來大概會在蠟月20號左右 之後會責一個吉時 啊 良辰吉日該上宮了 這個時候才來把印章再次打開 處理這些奏折喔 其實皇上我覺得好像應該還是有點好事的啦 比如說他們有一些宮內的娛樂 像是看戲 那這些戲曲的序本呢 當然就會跟春節比較有一點點的關聯性 後來他們會有一個很好玩的叫賓夕 我覺得有點像在冰傘上面的馬戲團 會做很多娛樂表演來讓這些皇上啊 娘娘們開心不已的活動 其實既然提到年節呢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到乾清宮了 因為這邊是年節氣味最濃厚的地方 今年運氣超級好 是第一次呢他們把以前古製皇上 到底怎麼樣子過年呢 完全去做一個展示 除了踏進宮門口就可以看到的五盞宮燈之外 兩邊的岔門各有一個 以及在這個乾清宮前呢 總共有九盞燈 最華麗的是這個 螳螂上面 一盞 兩盞 三盞 在廠螂上面呢 總共會掛120盞的宮燈 在平蘭上面呢 總共有194盞 就可以感覺到 哇 以前過年的時候 這邊應該真的是非常非常熱鬧 而且燈火通明 可是主要看到這個廣場上面 有四個 龐然大霧的燈 他們就是萬獸燈跟天燈 究竟做什麼用的 接下來我們一起去看看囉 首先呢帶大家來看到的就是 萬獸燈 靠近之後才發現 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華麗 每年只要到蠟月24號 以及正月18號的時候 就會高掛起這個高 幾乎11公尺的萬獸燈囉 那這次大家現在看到的是 它掛上燈簾的樣子 連數字都是非常有吉祥含義的 8 上面的文字呢 是傳自於明代的時候 最主要上面寫的就是 希望天下可以太平 可是它會有一個不同的樣貌 每年呢只要到了 除夕 初一 初十一 初十四到初十六的時候 就換上了燈籠 燈籠一串呢是8個 總共一樣可以懸掛8串 感覺起來就是一個非常非常華麗 點起燈來的時候 應該會有一種覺得 哇 天下太平跟光明的感覺 那現在看到的這個呢 上面當然是復刻板 最下面那個石板呢 是從以前就一直留下來的 以及中間呢 是非常漂亮的彩蓬龍的圖案 上面有一個燈 可以看得出來 皇室的高貴以及華美囉 接下來另外看到的這個呢 是天燈 一樣是從大約二十四號開始掛起 可是一直到二月三號才會撤離開 算是會稍微比較久一點點 每一天呢 這個燈晚上的時候都會點亮 來當作一個夜晚的照明 下面有四個小頭人拉著繩子 可以讓燈不會亂晃動哦 好啦 在這邊 今天最後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皇帝在大年初一的時候 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叫做吃餃子 那太監呢 會拿四個餃子 裡面其中兩個會有通飽 也就是貨幣在裡面 然後煮給皇上 放在一個有極致的盤子上 當皇帝有吃到有通飽 也就是有錢的那個表示 接下來這一整年呢 會吉祥如意 非常非常的幸運 如果皇帝已經連吃了三個 然後發現最後一個裡面 是已經沒有錢幣的 也就是有兩個錢幣的 都已經被吃掉的話呢 最後那個就會拿去 供奉在佛桌上面 這邊聽完之後大家有沒有覺得 凡文武節有夠多的 當皇上好累哦 我們因為這放春節不是放假嗎 你好像有一堆事情必須要做 連看戲有的時候 感覺都是負擔 甚至上他們也會有茶會 邀請這些眾成們來到宮裡面 跟皇帝一起喝喝茶 賞春聯 賞這些節慶的畫作 除此之外呢 那個茶也是帶有來歷的喔 叫做三清茶 希望他們喝下這杯茶之後 清聯好好的給我做事情哈 以上呢就是今天帶大家來到故宮 過一次新年 在這邊跟大家拜個年囉 祝大家豬年行大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要按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Facebook IG都可以找到我的蹤跡 圖結一起迷路旅行 希望大家多多轉發 多發多幸運 謝謝你們新年快樂 掰掰